国际联军社和青年企业研究社是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市国王饭店进行实施座谈 交通部长张继正应邀在座谈会中说 今后的交通建设除了各项发展工程也将对交通安全的工作减少交通事故 外交部次长杨其坤表示 今后我们的外交将是自立而不孤立 跟友好的国家促进双兵关系并且促进国民外交攻取胜利 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共有两百多人